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他不是问自己 不是问人 而是问神 因他看到恶人横行霸道 为非作歹 神好像没有阻止 所以他说神啊 你是不是站在远处观看不理睬呢 还是你根本就隐藏起来不闻不问呢 弟兄姐妹 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 人在艰难的时刻 总盼望神出面干预 盼望神彰显能力 伸张公义 如果神没有照着人所期望的做事 人就开始发问质疑 敬畏神的只交托等候 不经为神 只失望误会 做出错误的判断和总结 现在我们思想第二部分 什么是恶人 经文第二到第十一节 对他们做出一系列的描述 以下我们一一思想 第二节说 恶人在交恒中 把困苦人追得火急 第九节说 他埋伏在暗地 如狮子蹲在洞中 他埋伏要掳去困苦人 他拉网 要把困苦人掳去 弟兄姐妹 以上经文描述恶人 如何对待备受打击的困苦人 在态度上 恶人既骄傲又霸道 在方法上 他如同狮子 在暗地里埋伏 把困苦人追得火急 他撕下网络 要把困苦人掳去 今天我们也看到有人 专门占困苦人的便宜 例如 有江湖客大师宣传说 你给我学费 我教你赚钱 保证你一个月能赚一万块钱 但交昂贵的学费是你之数 赚钱是未知数 又有骗子对困苦人说 你把房子交给我 我会用高价帮你卖掉 结果被他们利用 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使他们血散加酸 第三节说 恶人以心愿自夸 他称赞贪财的人 却背弃耶和华 并且侵卖他 这里讲恶人三件事 第一 他夸自己心中的愿望 夸自己的人生直学和理论 他觉得自己特别幸运 心想事成万事主义 就把自己放在众人之上 第二 他贪财 也称赞贪财的人 与有钱有事的人 结交朋友 高举虚伏的荣耀 第三 他以钱财为神 看金钱万能 可以随心应手 就离弃耶和华 并轻骂他 哦 制作不是罪恶 是什么 经文第四节说 恶人面带骄傲说 耶和华必不追究 他一切所想的 都以为没有神 这里桌子讲 恶人对神的两件事 第一 他面带骄傲 自以为是 肯定的说 耶和华必不追究 意思是 我所做的恶 神不在意也不在乎 他不会来追查我 或追踪我 因他既没有公义 也无能力 哦 这对神的忍耐和宽忠 是何等的藐视 第二 他以为 我不相信神 就可以否证神的存在 或神不在我的思想里 就等于神消失了 就像有人对我说 我不相信一加一等于二 就能否决一加一等于二的事实 弟兄姐妹 这种人是多么愚蠢 因为神的存在与否 必须由他同意 由他批准 这是何等荒唐 又是何等的亵渎 经文第五节说 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 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 至于他一切的敌人 他都向他们喷气 这里讲恶人三件事 第一 他夸耀自己的作为 自己的本领本事 也将功劳归给自己 第二 他不将神的判断 神的规章放在眼里 他觉得自己比神还大 第三 他所向无敌 没有人能成为他的对手 没有人可以看他的正面 触怒他 经文第六节说 他心里说 我必不动摇 世世代代不遭灾难 这里二人欺骗自己说 我已巩固我的势力 建立我的王国 没有人可以攻破我 没有人能征服我 没有人能左右我 我以后的日子将不遇艰难 不遭患难 因为我做过无数次罪恶 从来没有被发现 没有被制裁 最先进的监控系统 也抓不到我 所以我前面的日子 必然亨通顺利 经文第七第八节 第十节说 二人口里充满咒骂 诡诈和欺压的话 石头底下竟是毒害与兼饿 他在村庄埋伏等候 在隐秘住杀害无辜的人 他的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 他屈身敦服 无依无靠的人 就倒在他爪牙之下 这里讲二人三件事 第一 他用最狠最毒的话攻击人 他的口是他的工具和武器 第二 他杀人 使用的方法是 埋伏在暗地里和耐心的等候 杀人的地方是在隐秘处 杀人的对象是无辜的人 第三 他像凶门的野兽 攻击无依无靠的人 他用眼睛窥探 屈身敦服 用爪和牙践踏撕裂吞吃 经文第十一节说 二人心里说 神尽忘记了 神眼面永不观看 这里二人讲两件事 第一 他做尽罪恶 然后说 神忘记了 但阿摩斯书 第八章七节 神说 他们的一切行为 我必永远不忘记 第二 他干尽坏事 然后说 神不看见 但诗篇九十四篇八节 神说 照眼睛的 难道自己不看见吗 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三节说 原来万物在那 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 都是赤路敞开的 弟兄姐妹 以上是诗篇作者 对二人的描述 这些描述是必真的 详尽的 直接的 论及二人的心思 态度 言语和行为 这里我们发现 当一个人要作恶的时候 他首先否证神的存在 接着他把神的律法 放在一边 第三 他做不合理的决定 第四 他发明自己的见解 但这些见解 既不符合事实 也不合理 第五 他的态度是骄傲野蛮 自我夸耀 他掠夺的对象 是困苦人 无辜的人 无依无靠的人 他作恶的时候 动用全身的每一部分 而最可怕的是 他犯罪作恶之后 还厚原无耻地 宣传自己在暗中所做 不可告人的事 他们更是亵渎神说 神不在乎我的行为 如果在乎 为什么不来阻止我呢 他不来审问 说明他认可我 我的生活如此丰盈 证明神喜欢我 其实不是这样 圣经的教导是 第一 神造人的手 给人自由意志 所以他给人权力 去运用那意志 第二 神充满忍耐 宽容 恩慈 他没有立刻施行审判 乃在等候罪人悔改 但人就在这一点上误会神 并做出愚蠢且错误的判断 传道书第八章十一节说 因为神还没有立刻施行惩罚 人的心就充满作恶的意图 第三 神在预定的时间会审问 也会审判 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说 人所做的每一件事 连一切隐藏的事 无论是善是恶 神都必审问 弟兄姐妹 对罪的问题 只有两个解决的方法 第一 向神认罪 求神示免 门神宽恕 约翰一书第一章九节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示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第二 等候神的审判 西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说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二节说 有案卷展开 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所以犯罪的人不要欺骗自己 我们都需要一位救主 而且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位救主 就是耶稣基督 愿我们求告他 他被洗尽我们的罪 圣经说 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就不被定罪了 最后我们看诗篇作者的祷告 在经文十二到十八节 他说 耶和华 求你起来 神啊 求你举手 不要忘记困苦人 恶人为何轻慢神 心里说 你必不追究 其实你已经观看 因为坚恶毒害 你都看见了 我要你所施行报应 无依无靠的人 把自己交托你 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 愿你打断恶人的板壁 至于坏人 愿你追究他的恶 直到静静 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 外班人从他的地 已经灭绝了 耶和华 谦卑人的心愿 你早已知道 你必预备他们的心 也必刺耳 听他们的祈求 唯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 申冤 使强恨的人 不再威吓他们 主在来的日子已静凉 他要安慰 他要安慰受伤的心灵 神盘的主意站在门前 他要评价个人的言行 主要用祝福代替患 主要用荣耀代替患 主要用荣耀代替悲戒 他要用生死代替劳 可要用生死代替劳 可要用生死代替劳 你是否在盼望救人难 你是否在亚底下定住 你是否因尽苦是嫉妒 你是否在亚底下定住 主在来的日子已静凉 他要安慰受伤的心灵 神盘的主意站在门前 他要评价个人的言行 主要用荣耀代替患 主要用荣耀代替悲戒 主要用荣耀代替悲戒 他要用生死代替劳 他要用生死代替劳 主要用荣耀代替劳 你是否在盼望救人难 你是否在亚底下定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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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在亚底下定住